远古岩石中的外星人 探险队误闯山海经世界 找到失传已久的历史 难道山海经中的奇珍异兽真实存在吗 传说中的一目国真实存在吗 据山海经中记载 一目国在其东 一目中其面而居 一约有手足 相传有群只有一只眼的居民生活在我国西部 他们长相非常怪异 头部一下跟人类无异 但脸部上半部分有一个类似眼睛的黑洞 他们身形巨大 英勇善战无比为猛 于是他们则被称之为伊牧人 而他们的国家叫伊牧国 有多人认为山海经只是一本神话小说 书中大多数记载的都是 古人幻想出来的东西 可随着近代越来越多的山川遗迹 跟奇珍异兽的发现 竟跟书中的记载如出一辙 例如九尾狐 陶涕 文瑶宇等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不只是东方 就连西方史学之父 西罗多德 也曾在著作中描述过那个神秘的古国 杜撰的神话为何会同时出现于 东西方的古老文献中呢 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一只眼的都市传说 在这个都市传说中有个秘密组织 他们来自史前文明 并超越了人类的历史 甚至十分信仰一只眼 而这只眼如今被印在美国国徽 以及一美元纸币的背后 被称之为上帝之眼 权势之眼 象征上帝监视人类的法眼 甚至被放在金字塔顶端的奔奔石上 可以说是天空之神或法老的守护神 还被称为赫鲁斯之眼 是埃及神话中 人间统治者赫鲁斯其中一只眼 代表着古往今来所有的智慧和信息 阿尔泰深处乙母国的一只眼 其组织在史前叫做乙母国 而放到今天叫共济会 虽然他们非常神秘 但他们还是起源于古埃及 在史前的乙母国中 在传说的共济会中 留下了自己的符号跟信仰 乙母国一直在哪呢 事发在1965年 探险队中有名叫王明哲的考古研究生 在当地居民的带领下 误闯了神秘的阿尔泰山的某个目落 并揭秘了其中的真相 莫道十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你见过一只眼的艺人吗 1965年王明哲在牧民的带领下 观光浏览了阿尔泰山的那片草原 一路上牧民一直给他讲的当地的传说 牧民表示 接下来他们要去的地方 你要做好心理建设 那里有用百万块石块 堆成的三座大金字塔 还有十几上百个各种小金字塔 最特殊的是 在这些石片堆成的金字塔外围 还有一个石片堆成的城墙 而城墙跟金字塔组成了一个个 环形结构等 等他们聊完这些话题后 一到深夜 当地牧民说 明天再带他去看一眼 一目过一致 此日他们走了一段路程后 王明哲果真就看见了牧民口中 三座极其宏伟的金字塔 在塔的外围有无数个石片围绕 金字塔和石片 都是用上百万块 厚度整齐画一的砖石堆砌而成 而这个古建筑群 共同围绕形堂一个环形单元 据牧民介绍 建筑群的主人就是传说中的一目人 王明哲对这个传说立刻展开调研 首先他查找到了一目国的所在地 不过中山的具体位置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有人认为是宁夏赫兰山 也有人认为是山西太阳山 还有人认为是六盘山 而根据山海经描述 一目国位于中山以东的流沙之地 中山坐落于昆仑须的东北方 接着王明哲对比中国地形图 立刻推测出了位于昆仑山东北的阿尔泰山 而流沙之地说的正是阿尔泰山下的准戈尔沙漠 此外在回南子中也记载过一目国和一目人 当他们走进树子的石块时 仔细看这块石块上 居然还刻画着各种动物图案 为何这些巨石块上 要刻画各种动物图案呢 难道这就是一目人留下的痕迹吗 当然探险队员们的猜测并非是天马行空 因为在考古界 有一批最早的探险人员 他们就曾对一目人有各种猜测 例如一部分的考古学家 在北亚发现很多刻画有各种图案的石调 而那些图案看起来都像眼睛 其中画的最生动的烟画 在我国宁夏地区 这些烟画还被称为是一目国的刻画 接着王明哲立刻赶往阿尔泰山脉的金字塔遗迹 从石片雕刻的图案风格可以推出 这些遗迹大约是三千年前 草原墓葬群的建筑 亦或者是祭祀使用的神殿 而那三座巨大的金字塔 很有可能埋葬着一目国的首领 至于附近的石镇 可能是一目国的皇室贵族的墓葬 经过一系列的探索 发现其中有块石碑上的图案 更加证实了一目国的存在 因为石碑上面刻着一个人形图案 各部位都与人类十分相似 最大的特点就是脸中央只有一只眼睛 从而这也证实了遗迹与一目国的关系 以及一目人的存在 同时也渐渐被石碑认同 一目人或许真实存在吗 藏古时期可能在地球上存在另一个文明吗 它们为何突然消失呢 随后考古队对一目人生活过的区域进行对比 果然发现了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有一目人图案的地方 几乎都存在过金矿 它们好像在守护金矿 那一目人为何要守护金子呢 难道有高等文明指示 所以考古队顺着这个思路再次找到了线索 在撒哈拉沙漠中 一目人壁画中能清楚地看到 所谓的一目人实际上不是只有一只眼睛的人 而是他们戴着原型的特殊头盔 类似于宇航服那样 颈部是秘方的衣领 亦或者是类似蓝领开矿使用的安全帽 有了这次发现后 考古队再次对沙漠进行挖掘 再次发现很多一目人的壁画 在这些壁画中也能清楚地看到 一目人并非只是一个眼 而是一种特殊的原型头盔 同时在澳大利亚的莱林兄弟研画 内蒙古阴山研画也发现了新线索 可以从服饰上看到拉链状图案 整个身体好像一层防护罩 并且在古埃及的金字塔下 也发现了一目人壁画 最后根据统计发现 有宇航服痕迹的壁画约存在于七千年前 而类似一目人的壁画约存在于四千年前 这时候似乎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那就是七千年前的地球 正处于如毛银血的时代 怎么可能勾勒出类似宇航服痕的壁画呢 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 他们亲眼目睹过 所以有相关爱好者认为 在七千年前左右 有一批外星来客曾到访过地球 而那个时期 正是我们口中说的神人共居的时代 他们教会了人类冶炼以及先进的技术 此后人类将外星来客奉为神灵 并刻下与他们有关的壁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演变成现在看到的一目人形象 至于他们为何需要金子 早在各类的史前文献中有过描述 金子有可能是一种星际资源 而在那个时期 金子也许在地球上随处可见 并不像现在珍贵稀有 等这些远古外星人开采足够的资源后 就离开了地球 而在他们之间 有了和地球人繁远出子孙后代 也就是传说中一目人的形象 虽与地球人渐渐融合 但始终保留着带着密招的器官 以及刻在潜意识中的保护金子的执着 以及对金子的追求信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